新冠疫情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应急管理 特别是医疗应急它的重要性 那么不仅是公共卫生事件 我国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可以说经过近20年的不断努力 我们公共卫生的应急能力在不断地提升 在应对历次的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事件的紧急医学救援当中 都发挥了非常作用 而且已经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应急的体系 那么下一步我们是要按照评级结合系统高效的原则 进一步推动医疗应急体系和能力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已经下发了十四五期间突发事件 紧急医学救援的规划 那么我们将以规划为指引 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医疗应急的指挥体系 明确医疗应急各部门各机构各环节的职责 推动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 国家医疗救援力量的调动与支援机制的建设 建设国家省市县立体化的这样一个医疗应急指挥调度的信息系统 做到指令传递快 系统反应有序 基层执行有力 二是要推进医疗应急救治基地的建设 建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和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 针对自然灾害 公共卫生 社会安全 事故灾难等几大类的突发事件 来建设医疗应急演训基地 提高在多场景情形下的医疗应急的处置能力 此外呢 在全国有工作基础的地区 要建设和布局国家的中毒救治的研究中心 继续推进核辐射的医疗救治基地建设 通过基地建设构建紧急医学救援的核心支撑 三是对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进行提制扩容 目前呢 我们全国一共有国家级的紧急医学救援队伍 一共是40支 分为综合救援 中毒事件的救治和核和辐射事件的救治 这三类 为进一步做好重大疫情救治和突发事件的医疗处置 在此基础上呢 我们要按照十四五规划的要求 在全国增设20支左右的国家重大疫情医疗救治的队伍 负责重大疫情的救治和区域内全国范围内的支援 同时提升紧急医学救援的装备水平 特别是加强重症救治的能力 此外呢 我们还要推进省市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建设 满足各类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和重大突发事件快速处置的需求 通过全方位的提升紧急医学救援队伍的能力 形成我们紧急医学救援的中间力量 总之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全面提升现场紧急医学救援处置能力和收治能力 进一步提升大批量伤病员的救治和突发事件快速医疗应急处置的能力和反应 建立专专业化 规范化 信息化和现代化的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体系 能够提高早期预防 及时发现 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水平 同时 也要发挥我国在全球紧急医学救援当中的作用 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奠定基础 谢谢